最近市政政策討論很多就是免治馬桶 他們這個城市中的免治馬桶的影片 很多人都覺得想到你怎麼看 然後他今天說黃市長也沒有覺得他華而不實 這個題目這個應該是說身為女性 這件事情真的不能兒戲啦 我覺得這個當然他們是想 原來的戀意應該是良善想要開個玩笑 但是性騷擾跟虧視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可以用兒戲來帶過的 我自己以前是台北市政府新平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我也負責性騷擾的相關的會議的討論 其實很多的這個都會造成別人很大的陰影 我覺得這件事情這個影片他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就是他沒有尊重別人的隱私 第二個可能還教壞了孩子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比較嚴重的 那對於免治馬桶這件事情 我想我昨天有說過也有議員質詢了很多次 希望在公共廁所有這樣的設置 那的確我們有做過評估 那從之前我記得新竹市它是有試辦的 75%的市民是反對的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還是要看管理維護 而且最重要的是市民在公共廁所 它的場域有很多種 那不同的公共廁所可能它有不同的方式 那我們是希望每一個公共廁所 我們希望提升它的品質 然後達到中央有規定嘛 特優現在台北市公有的部分 只要是市政府的 我們都是往特優的部分邁進 比如說提升它的品質 比去設置一個 華而不實的設備來的有用 重點是在於 這個提升我們的公共廁的品質 可能比較重要啦 對大家還是回歸市政 那這件事情還是希望它能夠尊重 對於第一要守法嘛 第二個這個事情不要當噁心啦 郭麗瑩在公主的是說 他說那個市長把訴諸女士 還有李玉林智琳 這樣的心態還差到他 真的不太好 我覺得每一個人 我覺得市長我這樣理解他的說法是說 他是說什麼樣人要演什麼樣的戲 就是你不可以 就是你是小白兔 你就不要去演老虎的意思 他意思應該是這樣 應該不是特別去歧視誰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啊 我們沒有歧視 特別歧視哪一位 我想還是一樣的態度就是 你是小白兔你就不要去演老虎的角色嘛 那您昨天有指出說 市議會跟台北市建國的公廁 其實也是有安裝運氣馬桶的 那有什麼一般的市民老百姓 我覺得不用製造階級對立啦 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設置 他講的公共廁所不同的 像市議會本身有 那是市議會本身 他自己有設置管理維護的 他的權責 但是你說一般的公廁 那是有很多是 比如說像市場 他自製會要負責 你要還要尊重當地的管理單位 我覺得不要製造 要所謂的階級對立 第二個就是還是要做管理維護 各位 免治馬桶可能可以有一些 清潔上面的協助 可是你如果沒有清理的乾淨 他可能會造成管理維護的更大的困擾 重點在於我們提供一個無臭無味 然後乾爽的環境是比較重要的 好 OK 下一題 你有看到嗎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不用特別針對民眾黨好嗎 是啊 你這邊有看到嗎 沒有吧 好 這就是我去年說的 我們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去中央跟陳時中部長 討論我們台北市買疫苗的事情 他清楚的告訴我們 中央已經訂了四次帶疫苗 加起來總共四千萬劑 請問四千萬劑在哪裡 如果現在有BA4、BA5的話 他去年應該都已經預訂好了 那是不是又沒有預訂呢 那他告訴我們能夠 他今年訂了四千萬劑 各位去翻去年的新聞都有啊 他也是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他都買了 那現在說沒有買 那是王必勝沒有超前部署 還是陳時中根本就是說謊呢 各位他的雨傘應該早就買好了 怎麼現在才要買呢 OK 陳博會現在還在進行中 我剛剛也有跟他們現場連線 其實市民朋友現在下大雨 進入的人數還是很多 其實各位媒體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人數的部分我們還是會等到他展期完了 再來做檢討 第二個就是天氣雨會是個影響 那相關的內容我昨天已經說過了 我們管的是大的整個規劃 相關的細線 都有各局處來做預算的執行 所以有什麼問題的話 議員都可以提出監督啊 今天來幫小姐站台 然後會一下那時候 會不會幫小姐站台 會啊會啊當然會 只要願意找我站台的 我都會盡量去 時間可以的話 嗯謝謝 我們要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